网易大大想起第五是个恐怖游戏啦 看十八赛季精华衣 蝶蝶紫皮的般若像 这个花蜂 这个手 这个配色 是不是有那味儿啦 再看美人像 这让我想起了不良人里面的那个黑白无常 这款皮肤名为奇遇之女 当神女在熊熊燃烧的大殿里 截然一身 挑起最后的奇遇之五时 她的心中是爱更多 还是恨更多 别说了 蝶蝶皮肤一如既往的绝 我要干 油拆的紫皮 王子 破碎的帽子上 有一只黑色的鸟被关在笼子里 心脏的位置 是冷冰冰的金属机械运作 就连狗子嘴巴也换成了冰冷的铁票 一只眼睛空洞无神 一只却镶嵌了美丽的蓝宝石 皮肤的质感很好 手感向来也不会差的 再说 限定金雕刻家的夜魔 怎么样 那脑海中是不是突然蹦出来两个大字 花架 我想在不久的将来 第五的每个角色应该都会被安排一款婚纱的吧 哦那个 女角色 对了 这个赛季比较特殊的呢 是推理之境 在1288步 我们可以获得一个小丑的挂件 就是它 一朵大花花 嗯 反正它也不是第一个用花当挂件的男角色了哈 皮肤整体的设计 和邦邦那个 有意趣同工之妙呀 丑蒙丑蒙的 被当作树形背景版的小丑 胸前呢还挂了一个装满蛋的鸟窝 三只小鸟在在身边飞来飞去 这个画面 莫名很温馨呀 就是这个冲刺的时候 可得小心点那些蛋哦 火箭筒呢 变成了三角形的枯树干 这个花花作为挂件 是挂在武器上的 很是新颖 而游戏呢 竟然还能看到那三只小鸟 效果很不错 大家可以准备干起来了哟 先下一次排位珍宝 分别是 使徒的金挂 宽束 魔术师的第一款紫挂 机关球龙 是的 到目前为止 魔术师还只有一个金挂而已 大家现在终于有的换了 玩具上的紫挂皮娜塔 这个真的是太可爱了 我暂时还想象不到 它会是什么样的特效 哦对了 新赛季快要到了 宝贝们别忘了 攒头子哟